上百展天燈 带着众人愿望缓缓升空 场面相当壮观 这是新北市平溪 在每年元宵节的重要活动 总会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到访 而这样的感动时刻 不用再等到明年 10月4号中秋节 新北市政府邀请大家一起到平溪 释放天灯 我们希望透过天灯节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来领阅平溪之美 还有它人情味 还有它各种的美食 还有它不同的文化 还有它里面很多的古道 跟它的一些手作的体验 不管是元宵还是中秋节 都是台湾重要的传统节日 配合天灯祈福别具意义 新北市府选在平溪国中 释放特制的造型天灯 还邀请各国使节和民众 一起放祈福天灯 希望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台游玩 藉由体验民俗活动 进而走访平溪时分点景点 感受三成之美 台湾很特別 就是下雨还可以放点的 还可以 因为在泰国也有类似放天灯 可是都是在晚上 我去过两次 一次是晚上的时候 一次是白天的时候 每次很不一样 白天跟晚上的风貌 其实是很不同的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外国游客来到平溪 很难不被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吸引 也让平溪成为来台最爱景点的第三名 师傅特别选在中秋节 再度举办天灯节活动 从9月11号开放网络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查询 凯博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